歡迎來到愛家好醫生 故事醫學系列 過去故事醫學系列 有做過了一些童話故事 歷史故事 民間故事 今天我們要來挑戰 既然這麼久了 才來挑戰 聖經故事 所以我們今天 請到兩位專家 一起來幫我們 幫聖經故事 做額外的知識點的分享 第一位是專家 我們的好朋友 營養師吳彭玉老師 大家好 第二位是心理諮商師 陳偉廷老師 大家好 好 就這麼巧 我們今天三位 剛好都是基督徒 我們今天要聊的故事 是什麼呢 所有人只要上過 主日學都會知道的 彼得三次不認主 彼得三次不認主 在聖經裡 講到耶穌即將被抓 背定十字架之前 曾經對忠心耿耿的門徒 彼得預言說 在黎明之前 彼得會三次不認耶穌 彼得原本信心爆棚 覺得自己才不會背叛耶穌 沒想到 就在耶穌被抓的那個深夜 彼得為了保命 這個預言竟然成真了 專家們會怎麼分析 他的內心系呢 一起來看看吧 好 我後來才知道 為什麼我們這個愛家 還有一生這麼久才做聖經故事 因為大家對聖經都有某種崇敬感 很怕給他亂解經亂發想 然後就會被人家罵 對 但不用擔心 我們今天呢 一樣遊戲規則 第一個是要跟這個 聖經故事有關係 第二個就是 我們待會延伸的知識點呢 是要有科學根據 第三個是要講的有趣 我們今天沒有直播觀眾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待會兒要互相評分 好的 待會兒分數呢 就是我們三個人互相評分 覺得講得最棒 最精彩的 他就是我們今天的故事醫學的 這個聖經故事 第一集的故事醫學王 好不好 大家加油啦 那我們第一個就交給韋庭老師 好 我在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看到耶穌被定罪 我可以理解當時的時空 大家在威權下 好像會覺得耶穌就有罪 可是我在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不會有人想要幫助耶穌嗎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沒有去做這個行為 所以我想到是 社會心理學的 旁觀者效應 講到旁觀者效應 一定要提到 美國的一個真實的案例 在1964年的3月13 有一個28歲的女性 在半夜就回家的路上 遇到一個拿著小刀的 可以再朝她攻擊 這時候她大喊出救命 第一時間有一個人打開門 說放開那個女孩 但後來她又關門了 接到回覆安靜的時候 那個兇犯險 又來回了三次 這個期間燈光已經亮了 然後瘡壞燈光亮 然後猛目擊的38個人 都沒有出來去救她 但是在45分鐘 有了第一個人 不是喊放開那個女孩 對 但是後來 她又進去了 她又把門關起來了 因為那個刀很長 或者是兇手很長 因為她就想說那個 可能想說那個兇型 已經離開了 對 然後又把門關起來 但兇型看好像安靜了 又回來了三次 對 然後是這個恐怖的犯行 在45分鐘之後 終於有一個男子 打電話去報警了 這時候 但是這個女生已經過世了 雖然這件事情 考據上是有點落差的 但也開啟了後續的 旁觀者效應系列的研究 其中一個研究就是 實驗者帶著受試者來一個長廊 然後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他可以當著對講機 然後在裡面講他大學裡面 所受到的煩惱 然後有一個一對一的一組 然後還有三人一組 三人一組是三個 每個人一個小房間 然後還有六個人一組 然後就用這個對講機 然後講述他的煩惱 然後我們實驗者是不會投聽的 然後告訴他這樣的訊息 然後在這個安排的過程中 有一個人會從那個 對講機裡面去說 救命啊 然後看看 到底有沒有人會出來 真正去幫他 但是在這個過程結束之後 發現一對一組的 有85%的會出來去 跟受試者講或是救他 可是在三個人一組的時候 只有62%的人會出來 對 然後在六人那一組的 只有31% 所以這個研究我們發現 然後團體越大 你做出助人行為的反應 會變慢 大家都期待別人會出來 對 講到重點 旁觀者人越多 其實會降低我們的助人行為 那怎麼辦 我現在有想到如果我的孩子 如果遇到旁觀者效應 我們不是都說要叫小孩子 只去人多的地方嗎 這樣子如果不救才會有人救 所以我們要怎麼破解呢 然後就是要提到 Lanturn and the Dairy 在1970年提到的 緊急事件助人的五步驟 第一個我們在 注意跟覺察的時候 就要讓孩子知道 當你有需要幫忙的時候 不要不好意思 特別我覺得我們亞洲人 很會說不好意思 我們會打倒到別人 所以就不好意思 你要非常精確 精準的 讓對方知道你需要幫忙 所以你就要勇於的開口 然後第三步 所以就是不能說救命 要說那位阿姨救命 這樣 對 漂亮阿姨 定人 沒錯 懷疑是講到 我第三步要講的責任 因為在第三步責任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好 旁邊那個人會救 那麼多人我不會救 我們導致責任分散 所以我們可以教導小孩子 如果在很多人的地方 你可以用你的眼神 就是你 就是你來幫助我 如果眼神還不夠明確的話 你可以用手筆 然後甚至你可以用嘴巴說他的特徵 穿白衣服的帥哥 穿藍色衣服的美女 都要來救我吧 一定要讓有一個 還是早餐店老闆的小孩吧 對 一定要有一個特徵 知道就是你 不會讓責任分散 這是第三步 然後第四步比較難的 叫判斷 判斷的意思是指 你要去 這個人要怎麼去判斷 我有沒有能力去救你 所以你必須讓 要幫助你的人去降低他 幫助你的風險 所以最好你就是給他一個指令 請幫我去報警 或是幫我去跟訓導主任講 然後讓他有這個行為產生 對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教孩子 如果你要怎麼在一個危機的狀況 你要怎麼去避免 旁觀者效應發生在你自己的身上 那如果我們自己是旁觀者呢 當然是要勇於去助人 只是在那個助人的過程中 還是要保護自己 如果情況很危急的話 其實就是幫他打電話報警 或者是找訓導主任都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然後還有一點是我們常常會犯的 就是不知道這個人需不需要幫忙 所以我們就在路上有個心情說 到底要不要幫我幫 會不會覺得雞婆 他會不會覺得我很麻煩 那不如我們就開口問他 你需不需要幫忙 這也是個方式 好主意 對 不然你在那邊糾結了半天 結果沒有幫他 然後最後還被罵說你沒有辦法幫他 就整個很 就覺得自己很委屈 所以我們避免到這些心情 我們也可以主動去幫忙 主動去詢問需不需要幫忙 好 我這個已經解答了我心中的疑問 以後 大家如果以後有同樣的狀況 不管是孩子要教導他 什麼時候正確的呼救 這個是可以教導 還有當自己需要幫助別人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的一個先問一下 有互動 對 確認一下對方需要幫忙 消除彼此的鐵線 好 看來我們今天冠軍已經要出現了 好 我自己以前在學做CPR的時候 像我們是醫護一定都要學CPR 我們就真的是有運用到了這樣子的理論 比如說你叫叫病患 然後如果你需要有人幫你叫119的話 你要指定旁邊穿白色衣服的那位小姐 請你打電話給119 不能簡單的說 誰啊 誰啊 來叫119 這樣一定不會有人去打電話給119的 所以我覺得 要把小孩教會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來 我們下一棒交給彭玉 好吧 剛才講的議題非常的沉重 而且非常的嚴肅 我來講個笑話好了 好的 基本上就是 談到彼得三自不認主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想到 他是在機題之前對不對 對 也就是黎明的時候 所以就是快要天亮了 平常都跟耶穌好好的對不對 還跟耶穌再三的保證說 你就是我的老師 我怎麼可能不認你對不對 結果就在天亮的時候 突然什麼都想不起來 好像失憶症了一樣 所以這件事情就讓我想到 在我們營養學上面 在照顧糖尿病患 或是血糖比較高的病人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見到有一個現象 叫做黎明效應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叫縮膜肌效應 為什麼會特別講到血糖的情況 因為研究發現 當我們的血糖在高的時候 其實是會影響大腦的認知的 如果我們讓身體長時間 長期的處在這樣子高血糖的狀況 研究發現我們掌管記憶的海馬體 是會縮小的 所以腦容量會縮小 它會影響你的記憶 所以我們在研究上面發現 只要你的糖化血色素 也就是說 我們過去三個月的平均血糖 只要上升0.7% 我們在記憶測驗當中 就會少記兩個單字 所以就會發現 長時間的讓腦袋泡在糖水裡面 就是不利於腦部的發展這樣子 回頭過來我們就講一下 這個黎明效應跟縮膜肌效應是什麼 黎明效應其實它是在晚上期間的時候 比如說你的晚餐吃很多 或是說我們在睡眠期間的時候 因為我們荷爾蒙的調控 比如說有升糖激素 生長激素 這一類的荷爾蒙 在身體裡面持續在你睡眠的時候 還是運行的 所以你的血糖會升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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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到早上的時候就 越來越高到一個高點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黎明效應 所以即使是晚上睡前 你覺得好像血糖沒有太誇張 但是到早上的時候 因為這個血糖上升的效應 可是如果有血糖調控問題的人 胰島素分泌不足 沒有辦法把這個血糖壓下來 那它就會在早上的時候 變成超級高的血糖 這個是黎明效應 第二種情況是縮膜肌效應 這縮膜肌效應它的血糖是很特別的 比如說我們最近有很多人喜歡 用168斷食法來減重 所以它可能晚上四五點之後 就都不吃東西了對不對 然後一路一直撐撐撐撐撐撐 然後撐到晚上睡覺 甚至是隔天早上起來再吃東西 所以就是從下午開始 你可能血糖 就一路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到了半夜三四點 可能到一個非常低的低點 身體已經不太能夠承受了 這時候它就把肝糖 肌肉裡面的糖 身體其他的糖 全部都釋放出來 所以反而到早上的時候 經過了一個低點以後 天亮就反彈性地升高 所以這樣子的高血糖 叫做縮膜肌效應 我就在想 到底彼得的這個高血糖 可能是來自於哪一種效應呢 我們都看聖經有看到 他有吃最後的晚餐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 我們剛剛前面說的黎明現象 可能比較不是縮膜肌效應 對 所以就是晚上 最後的晚餐 可能實在吃得太豐盛了 可能還喝了不少葡萄酒 所以這樣子血糖 是很容易上升的 最後就是希望彼得 可以早日發現他的血糖問題 就是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少喝一點酒 也許這會幫助他未來 可以重新認識主耶穌 他應該有聽話吧 但後來不是 對 後來很快就 還活得滿久的 對 好 所以彼得三次不認主 是因為他血糖太高了 希望這個 看來是個糖藥病患 對 這個黎明效應 跟我們的高血糖的朋友們 要分享 希望大家能夠注意自己的血糖控制 注意家人的血糖控制 好 那第三個就換我了 我今天講一個比較跟身體健康沒有關係的 比較跟教養有關的 因為我有次在臉書上就發這個文 我說每個人你們都看過彼得 三次不認主 最後這個雞就叫了 而且在應該是路加福音 有特別講到一個細節 就是耶穌就看了他一眼 那彼得看到耶穌 就拭目交接之後他就去哭了 為什麼看了耶穌那一眼他就去哭 那我反過來問 你覺得耶穌的那個眼神 給彼得帶來什麼樣的訊息 如果以教養的態度來講 就是你的孩子在你面前 答應要做的事情沒有做 然後他就搞砸了 那正常你看了他一眼 那你這一眼 你希望你的孩子感受到什麼 我就給我的朋友三個選項 那第一個選項就是 我給他那一眼就是 你後來就試看看 你再給我試看看 第二個眼神呢 是那種失望的 就是你看吧 我早就知道你做不到 當初講的這樣一副 你一定可以 你根本做不到 那第三個眼神就是 沒關係 我能理解你剛才的糾結 那我們就來看哪一個眼神 對孩子最有幫助 剛剛說第一個眼神 就是你下次再試看看 這種叫恐嚇式的教養 在1966年有一個研究 Jonathan Freeman 史丹佛大學的一個學者 他找了一個教室 一群小朋友 那他有兩個場景 第一個場景就是用恐嚇式的教養 在這個教室的前面放了一個玩具 然後這個研究者就站在台上 桌子用力一拍 這些小朋友你給我聽好 第二天我們誰敢來碰這個玩具 你就死定了 然後打斷你的狗腿 所有小朋友嚇到屁股 每個人都很害怕 所以當這個研究者走 離開這個教室的時候 小朋友趕快碰這個玩具 不敢碰 大家就好可怕 不要碰這樣 成功了 有效 可是六周之後 這些小朋友又回到同一個教室 就發現那個玩具怎麼還在 機器人還在 上次好像有一個老師說不可以碰 這時候有百分之七十七的小朋友 超過三分之二以上 都跑來 上次沒玩到 這次一定要來給他玩一下 挑戰一下 所以就都摸西摸 這告訴我們這種恐嚇式的教養 有短效 可是六周之後就沒效 第二種眼神叫做 我就知道你做不到 我大就知道了 那這種 當孩子失敗的時候 你給他講這句話 代表的是叫做 局限型思維 這個在二十 這個二十一世紀是非常有名的 一個教養的一個心理學大師 Caro Dweck的說法 成長型思維就是 我的孩子 我今天失敗了 但沒有關係 我每一天的努力 不管是大腦的努力 還是肌肉的努力 都是明天會比今天好 後天會比明天好 不跟人家鼻子 跟我昨天的自己比 這叫成長型思維 局限型思維就是 我就做不到 我就不是這塊料 我就沒辦法 這是再怎麼努力也沒有用 這是局限型思維 那Caro Dweck 在2016年這個研究 他先證實了第一件 他其實是四個實驗一起做 第一個實驗 他證實一件事情就是 成長型思維的父母 竟然沒有辦法 把這個成長型思維 遺傳給小孩 可是局限型的父母 可以把局限型思維 遺傳給小孩 好慘 就是我們常說的 壞的不學 好的不學壞的都一直學 就是很妙 但他探究這個原因 這奇怪 為什麼這個父母 做心理測驗是成長型思維 卻沒辦法遺傳給小孩 主要是 他在發揮成長型思維的地方 可能都在職場 所以在家裡小孩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他在工作上面 他是越挫越勇 每天都砥砺自己進步 他在家只看到 坐在電視機裡面 回到家裡人類在畫 那個樣子 所以很有可能就失去了 這個生教的機會 好 第二個實驗他就開始 模擬一個 當孩子失敗的情境 比如說當孩子 拿一個不及格的成績 但回家的時候 那就看看這些父母 會說什麼話 第一句 你會發現 太極端的話 我們就不聊了 什麼 你沒用 這種我不用講 大家都知道 對孩子不好 你會發現有一些 局限型的思維的話 聽起來還沒有道理的 他說有些父母會回答說 我看到那個不及格的成績 我說 我的孩子可能不是讀書的料 這句話 沒有太負面 可是其實 它就是一個局限型的思維的話 我的孩子 沒關係 你不需要每一顆都很好 這是我們常安慰小孩的話 聽起來很有道理 可是大概背後意思也是 你這一顆再怎麼努力 也不會好的意思 那這些語句在第三個實驗 就證明這些孩子真的接收 他會從你這個 會相信 對 他會相信這句話說 所以我數學考20分 拿回來 爸爸媽媽說 我以前數學不好 你大概遺傳我 然後他就從此覺得說 我就是數學不好 我就是數學不好 那這個局限型思維 就影響了他對數學以後的學習 因為他不相信自己努力 會有成果 那當然這第四個實驗 只是證明說 我們會講這些話 背後代表我們對一件事情是成果導向 當你成績不好 我就會覺得說 大概就是這樣了 但是如果今天是成長型思維 他比較著重在學習導向 就是我著重你那學習的過程 所以成長型思維的父母 拿到一個不及格的成績 但他會說什麼 那選項裡面他就比較會勾說 那這次不及格你學到了什麼 或這次失敗你學到了什麼 所以他可能會說 那你覺得我能怎麼幫你 或是你覺得哪一個老師 可以幫你解決現在這個問題 或是說考不好其實是好事情 表示我們有發現你這個問題在這 如果都不考試 我們就不曉得你這邊不懂 就是把所有的失敗都化為一個進步 對 就化作為一個進步的動機 或者是一個 它只是一個事實 一個現象 它並不代表你的腦袋就停在這裡 所以這是這個Carol Dweck的研究 也讓我們爸媽對於當孩子失敗的時候 我們那一場戲就要演得好 那第一句話就決定了 內心要先 所以我們要先演練一下 演員訓練班先稍微演練一下 我相信 我相信以彼得後來的表現 對不對 彼得後來在《使徒行傳》的表現 我相信耶穌那個眼神 不會是前面兩者 鼓勵他 對不對 他如果說那個眼神是說 你下次再試看看 那我最好就是不要試 對 不做不錯 所以彼得後半應該就是歸隱三菱 如果他的眼神是 我早就知道你做不到 彼得就會覺得說 對啦 我實在沒有資格當耶穌的門徒 所以他後來也是歸隱三菱 但只有那個眼神是溫暖地說 沒有關係我能理解聖靈 未來我的聖靈怎麼樣 幫助你做得更好 彼得才可以 憑著聖靈的這種力量 然後之後成為 我們所看到的 對 所以我相信這個 彼得三菱不認的故事 帶給我的啟發 還有我會跟孩子分享的是 這個部分 因為有時候我們很不經意的 雖然我們的語言跟行為 有時候可以去做一些掩飾 但眼神有時候是透露最真實的自己 所以黃醫師的分享讓我滿感動的 也讓我有一個提醒是 有時候自己當父母的時候 有時候太累的時候 有可能小朋友一叫的時候 你那個眼神 雖然你是不 沒有 不是故意的 但那個孩子的那個 心理的影響程度其實是滿大的 今天沒有投票了 我們現在就三個人互砍了 然後統計一下分數 看誰是我們今天的故事醫學王呢 當然是黃醫師 聽的過程 你自己是滿感動的 我都投給程偉廷老師了 當然就希望他得冠軍囉 我預測啊 我預測應該 應該是我吧 因為其實才三個人不是嗎 好 現在要考驗我的數學 心算能力 要瞬間把三張票的 這個數字加起來 對對對 還好今天才三位 好 這一集 彼得三次不認主的故事 醫學王得主是 崇偉廷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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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我們故事醫學 就是要跟膀胱有關係 啊不是 膀胱者效應 膀胱 膀胱者效應 真的 真的我有學到了 這很重要的 對 所以希望以後不要再有膀胱 可是如果沒有膀胱者效應 那耶穌就不會定十字架了 這樣救恩就不成功了 那就會有別的救恩了 好 希望今天這一集的內容 大家還有收穫 如果大家希望我們愛家好女生 將來為大家做什麼樣的故事的 知識點發想 也可以在我們粉絲專頁留言 我們謝謝兩位老師 下次再見囉 拜拜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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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